伍佳思辰 、修復和修共濟 、修復與中央 、修復 報告宴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財政組織質詢 第一位請皇國昧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馬上有請院長 請賴院長 黃委員你好 院長好 到今年2月28號 我們的國家為了要處理過去 金權政治的結合 讓整個台灣的金融體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我們到目前為止 整個國家賠付的金額 已經高達了2857億 2857億 這一些人民的納稅錢 標記著台灣過去這一段 在金權政治的歷史 以及血淚 結果我們求償回來的金額 一樣 在2018年2月28號 我們只求償回來了4.3億 但總墊付金額的0.15% 院長 看到這樣子的數字 您覺得滿意嗎 感謝黃委員的關心 金融重建基金使用2076億 這部分詳細的項目 我並不清楚了解 我們現在不是在請教院長詳細的項目 每一家銀行 因為亂搞賠付了多少錢 在網頁上面通通都有記載 但是我現在在看的是什麼 我現在在看的是說 當讓國家賠付了這麼多錢了以後 我們按照重建基金的監督條例 要對那些該負責任的求償 到目前為止求償回來了4.3億 這樣子執行的成效 院長我知道齁 這期間多久了 這個都不是在您任內發生的事情 但是這個追討的行動 還在繼續的進行當中 有很多事情 可能過去了 大家都希望遺忘 但是我的信念是 台灣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實踐公平社會的正義 這些事情不能遺忘 該追究的責任 必須要追究到底 在這裡面 有一個很具體的個案 我可以跟院長報告 這個跟院長也沒有任何關係 有一位前立法委員 叫做尤懷寅 他是財政委員會的招委 他把台東氣營 台東地區的人民辛苦的 一百塊兩百塊 好不容易建立的一個地區性的銀行 他把他掏空殆盡 他把他掏空殆盡 國家因為台東中小氣營 賠付了五十五億八千五百六十一萬 我從目前所揭示的資料 我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我們還求償了多少錢 這件事情 我會會後 再請教金管會 再請教金融重建基金 這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要說的是什麼 我要說的是 當這一些人亂搞的時候 星期五 我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會再請教院長跟法務部 這到底怎麼回事 尤懷寅 合併應該執行的刑度 十四年六個月 結果他只被關了六年 現在出來了 最後一次被判刑的時候 他被判了六年六個月 合併定執行刑了以後 他應該關到2025年 結果我前幾天我才赫然發現 他在2016年的年底 關不到一年 最後一次關不到一年 悄悄的又放出來了 這個是混亂國家的整個金融體系 讓納稅人付出慘痛代價的人 他有付出應該負的責任嗎 過去的這一些歷史工業 院長您不要誤會 都不是你任內的責任 但是我要藉由這一些事情 還沒有處理完的事情 責任的追究 來告訴院長說 當這一些高官 當這一些人透過金權政治 在傷害整個國家 在傷害人民的時候 我們國家的體系 有沒有辦法實現公平正義 這個是重點 下一個問題 就跟院長直接有關係了 上一次我在這邊質詢的時候 院長告訴我 趙鋒的58億 你說要依法追償 請教院長 從我們上一次在這邊見面到現在 依法追償的進度是什麼 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就請不用再提了 從院長在這邊宣誓要依法追償 到今天 請問做了什麼 跟黃委員說明 這個財政部呢 也有對相關的當事人提起追訴 另外 請問財政部對哪些相關的當事人提起追訴 我們對於蔡前董事長 還有吳前總經理啦 提起筆的訴訟 這個不是上一次我在跟院長 在這邊質詢以前早就做了事嗎 剛剛我在請教的事情是 從我們上一次在這邊見面 到目前為止 你們做了什麼事情 好 那第一個呢 就是質詢以後呢 我們就喊給趙鋒金控 因為我們也是股東之一嘛 因此公股代表 我們喊給趙鋒金控的當董事長 那他的評估呢有三點 第一個呢 因為其他的董事呢 在當時8月16號時候了 才曉得有這件事情 第二點 先停一下 是 我聽不懂喔 意思說這個 道鋒銀行的事情 從2010年一路下來 不斷的海外分行被糾正被裁罰 你說事後才知道 這樣子的答案財政部接受嗎 不是 就是說上次罰款那個事情啊 這個是被 跟他們過去應做為不做為 沒有履行 董事應該 禁得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有什麼關係 那第二個 部長 您告訴我 你們具體到底採取了什麼行動 你就是發了一個喊給趙鋒 趙鋒再回一個喊說 除了蔡友才以外 其他的人都沒有打算要求償了 答案是不是這個樣子 沒有 我還對吳淺總經理 吳淺總經理 對啊 那個是早就發生的事情了嘛 我們上次在這邊 我也問過一模一樣的事情啊 那我們喊給他以後他說明了嘛 大概 所以他的說明財政部接受 除了這兩個人以外 其他的人 都沒有違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都不用負賠償責任 這是財政部的立場嗎 而且那個 對不起 部長請您回答我的問題 如果 我要聽您念稿的話 我在財政委員會就夠了 而且金管會 行政處分 也沒有就當時的其他董事 來就責跟處分嘛 來我在 上一次我們在這邊總質詢 我已經交換過這個意見了 行政處分 跟在民事的求償責任上面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啊 你們為什麼 在堂堂的國會殿堂當中 有的時候講 因為他刑事沒有被起訴 所以呢 不用對他提起民事求償 那行政方面 也沒有對他有做其他的處分 那所以不用對他民事求償 所以按照目前財政部的立場 是從頭到尾只有這兩個人要負責 其他人都不用負責 請問這是財政部的立場嗎 沒有另外啦 趙鋒銀行也請律師事務所進行評估嘛 完成以後他會提出法律意見書 然後 什麼時候還要提出來 這件事情發生到現在多久了 什麼時候還要提出來 他們提的法律意見書 財政部接受不要求償 這件事情什麼時候會發生 因為他還沒有提出來啊 請問要拖到什麼時候 部長 這件事情是今天才發生嗎 從去年我們討論這件事情到現在 我不客氣的說啊 財政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發函給趙鋒 趙鋒回函 然後說要找律師來提出法律意見書 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財政部也是股東 所以只能透過公股代表去處理嘛 再一個問題 上一次我針對這件事情提出質詢的時候 顧力雄主委公開說 行政法環不可以作為民事求償的標的 為了這件事情 我跟顧主委有不一樣的法律見解 顧主委說這是他法律上面的確信 前兩天我在財政委員會 也秀出了高等法院實際的判決 給顧主委看 這正是什麼 這正是我們的保險安定基金 對於之前幸福人壽的董事跟經理 針對金管會的罰還求償具體的案例 法院判決他們必須要付賠償的責任 現在呈現出來的例子是什麼 是這些小的我們通通都去處理它 去依法追訴 真的大的案件的話 牽涉太廣了 全部都放掉 是這樣嗎 那個 黃委員 這樣子 就是說剛剛財政部長也提過就是說 對不起喔 顧主委 我們先針對這個問題 因為我時間蠻短的 現在只剩下四分多鐘而已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我們應該依據 律師的專業意見 來做一個 司法性的評估 當然啊 那第二個就是我那天在 現在您律師的專業意見 還是金管會的專業意見 還是法還不可以求償嗎 那第二個 還是您改變你的法律見解了 第二個就是那天 顧主委對不起 可以針對問題回答嗎 第二個那天在財政委 我已經回答你了 就是說 依照這一個 如果有未經善良觀點的注意義務 那因為執行職務 是造成損害 而且有因果關係 那我們 當然是這個樣子嘛 當然是這樣子 所以我只能夠就通案上 回答你 如果有這樣的構成 那就是應該要依法 所以法還不能求償 這個法律見解 您改變了沒有 那個法院的判決 改變了您的法律見解 沒有 之前您是直接跟媒體上面講啊 說法還不能求償 這是您法律上面的確信啊 我想我們就不再就個案 再 我再跟您說 沒有啊這不是個案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則啊 對不起喔 那通案上 幫我們的金管會 去罰那些銀行 罰一千萬罰八百萬 全部都是股東買單 該負責任的董事 要不要對他求償 這怎麼會是個案呢 這是通案啊 那通案我已經回答你了 只要足以認定 他因為這個未經善良管理人 這是注意義務嘛 好 我們現在回到整個民事上面 有沒有禁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標準 來請問 慶賦上百億的損失 目前求償的計畫是什麼 慶賦案因為要分兩塊嘛 如果您關切的是慶賦案造成 因為連帶造成的損失 這樣的損失當然也要進行依法求償 好現在請問的進度如何 那這樣子的求償應該是要各銀行 根據他們 好來請財政部 公股銀行 現在求償的進度如何 向哪些人求償 不要跟我說向陳慶南求償啦 之前的放款就有問題了 你像一個快要破產的公司 一個無良的商人求償有什麼意義 在中間的過程當中牽扯到多少官員 他們都不用負責嗎 請問目前財政部求償的進度是什麼 目前我們這個 第一個金管會財罰相關的划環 對啊 等一下等一下 金管會財罰我剛講過了嘛 罰的是誰 銀行啊 那是誰買單 那不是全體股東買單嗎 你們到底現在向哪些人就責了 現在公股銀行也懲處內部人員 或者進行 對嘛 所以只要出事了 納稅人上百億的損失 就叫他們走就可以了 這個就叫懲處 你董事長沒有得坐 叫懲處 留下上百億的損失 給納稅人買單 這是財政部心裡面的公平正義嗎 如果你們今天這樣子的標準 是這個樣子的話 以後大家有樣學樣啊 我反正亂搞了以後 我最多就是拍拍屁股走人 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所以黃委員講的意思應該是指說就 不好意思喔 我現在在請教的是 目前求償具體的進度 我沒有請顧主委回答 顧主委說你們該財罰了財罰了 我現在請教的是財政部 你們求償的進度是什麼 向哪些人究責 沒有嘛 我下一個更具體的問題 金管會主委可以幫業者喬貸款嗎 請院長回答 李前主委他已經公開說明 所以主委的說明您接受嗎 他的公文上是批這個並不同意嗎 他的公文上批並不同意 院長誰給您這樣的資訊 他的公文上面 因為我們的李睿昌 找了慶父的大老闆到他的辦公室去喬 我們的銀行退給他5.5億的貝償金 5.5億的貝償金 退給了這個陳慶南的以後 現在呢 現在是全民要買單 這樣子的人 不用跟他求償 現在還可以跑去中華投資當董事長 這是什麼金融資訊 謝謝 謝謝 接著請林德福委員質詢 大會主席財務院長還有賴院長與會各列席官員 是不是請賴院長還有財政部部長 請財政部許部長 等一下也請楊總裁上來好不好 請 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楊總裁 林委員你好 院長你好 財政部部長 因為那個福盈在最近 這個可以說在真人 就是新店有一個訓練所 那是短期的就是契約工 那這個週休二日月薪22K 但是啊 這個勞工必須負擔自己的勞卷保 那其實被外界質疑 這個已經扣掉勞卷保以後 已經沒有達到這個我們勞計法規定 最低的基本工資 那其實現在政府啊 一直在致力於說 要幫助青年來擺脫就是低薪的問題 但是身為國營事業的一個這個銀行 那結果這樣在操作 你認為這樣得體得當嗎 這個案件我實際上我並不清楚 不過我背行完之後我可以了解 再跟林委員報告 我認為說你身為國營事業 而且這個連達到最低的基本工資 其實都不夠 扣掉勞卷保 因為它是短期 但是再怎麼短期 六個月來講 你現在政府一直要把這個 等於是新年的這個低薪啊 把它能夠擺脫 但是現在這樣操作 講實在話 人民是看不下去的啦 這個我們可以請土銀再調整 好我是認為說這個事情 院長 你應該要跟國營事業各單位 這個部分 國營事業有起頭的作用啊 但是你這樣操作 人民看的事跟你講的事 剛好是對導啊 那個 那個部長你請回去 院長我請教你 是 這個 因為中央銀行楊總裁啊 在本月15號說 這個促進轉型正義的條例 已經通過了 但是必須明確的 明確的指認啊 新台幣圖案 含有威權象徵 含 而且如果促轉會做出要新來幣 改版的決議啊 那 這個央行會依法施政 那請問台幣 這個制 這個印制 是不是央行主管的業務 印制的話 是不是央行主管的業務 是中央央行主管的業務 對 好 那過去操勸改版 必須提報央行理事會 討論後 承報總統府 同意 才能執行 那現在楊總裁的依法行政 這個 是不是代表央行 抄券改版 多了 一種管道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 多了一種管道 總不會說 促轉條例 通過前 央行所有的抄券改版 都是違法行政吧 對 因為 因為 央行 央行的這個 貨幣的改變 當然有一定的行政程序 對 那因為現在多一個 促轉會 那促轉會 將來他們要是說 認為 這些需要改版 那你認為 有沒有必要改 那個院長你回答 那如果跟妳委員說明 如果這個有法律效力的話 社會有共識的話 我想央行 配合 我想這個也是應該的吧 那個院長 其實央行楊總裁在財委會答詢說 如果 未來如果促轉會做出新台幣 改版的決議 那央行會依法施政 對於台幣要不要改版 那本席對楊總裁的答誤 講實在話 我是相當不以為然 因為本席想請問 促轉會的決議就是法 那央行理事會做的決議 難道不是法嗎 難道是違法嗎 當然不是啦 這個跟您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個目前 行政院或央行 應該是沒有計畫 沒有改版的計畫 對 但是 楊總裁這樣的回答 所以說本席認為說 其實我很不以為然 還是楊總裁心裡已經有預設立場 央行完全棄手 對台幣業務的專業堅持 因為過去 講實在話 盆總裁 他是非常的堅持 而且一語貫之 但是 盆走了以後 當然盆歸 楊不遂 那或者是 那個央行根本 不用等促轉會來決議 就自己先行改版 會不會這樣子 報告 林委員 事實上呢 就是說 就 新台幣的改版的這個問題 事實上呢 彭前總裁 的決定 到現在呢 都一直都沒有改變 沒有改版 那問題是 你那天說 只要促轉會的委員 一決定 你馬上配合改 那我認為說 你中央銀行 你本身應該要有你的執著 你的專業 因為改一次版 講實在話 要花500億 會不會變成 被人家罵成說 敗家子 那你用納稅人的錢 會不會 報告委員 就是說 促轉會 事實上的促轉會 對這個 新台幣的圖案 他沒有 新台幣的圖案 這個他沒有很明確的規定 那本席認為說 未來如果促轉會 決議不夠客觀 甚至於為所欲為 所產生有違憲之餘的決議 請問院長 誰有權來否決 這個因為促轉會 他是依法成立嘛 他做的決定 當然有法律的效力啊 法律效力 但是 我們現在是這樣 法律效力 你們就是 央行就要去執行就對了 是不是 跟你們有報告 就是說我們先不必去揣測 這個促轉會 會不會就台幣的 改版 會去做討論 那如果 如果這個 促轉會 有做出這樣的改版的決定的時候 我想依法 央行 配合也是應該的 配合是應該 那一次花五百億 你也認為是應該 並不是說 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減少這個 經費上面的裝潛 那要是說 促轉會的決議 有違憲之餘的話 並不是說一下子馬上全部改版 那請問院長 誰有錢可以活絕 要如何救濟呢 救濟 對啊 你總不能說他決定的作物的 就花人民的血汗錢 就是一意孤行做下去 然後 然後 這個到最後 反正錢花了 都是人民的 名字名高 不是 林委員 我想 我一開始 我有講 目前行政院或是央行 沒有改版的計畫 但是當天 第二個我們也不必去推測 但是我今天為什麼要 央行 這個楊總裁 要說清楚 講明白 因為很多人民在質疑 你要是改版的話 還是要花好幾百億 他那個也可以隨著時間的改變 來進行 不一定說一下子 全部換成新的 院長 我相信央行一定會有 土地的對策 院長 賴院長 轉型正義的目的是要 鞏固和保障 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 那並督促政府 除去現階段的人權侵害 並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的侵犯 要落實轉型正義是必須由 體制內的方式來實現 並符合國際法庭 以及國內法所公認的法律原則 例如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比例原則 以及平等原則 未來如果處轉會決議要 有中正名稱的道路啊 學校啊 或視同威權 象徵要改名 有中正圖案的權幣 也要改版 回收 那請問行政機關 到底是以惡法易法 還是一律遵守 這個也是依法吧 就是說 處轉會依法做出決定 相關涉及的行政單位 當然也是 那就是配合就對了 他沒有專業的職責 沒有專業的考量 是不是這樣子 我意思是說 像舉這個貨幣的改版 他也必須要經過理事會的討論 因為對 那你貨幣的改版 他必須要經過理事會的討論 一次要花好幾百億耶 拜託 意思就是說 理事會也有可能做出說 不是一次改版嘛 因為貨幣總是有淘汰的時候 院長 我是希望說 要依專業部會 行政權要 這個法制行政 以以回決 我認為 既然你有理事會 你有你的自己的一個看法 你該堅持的一定要堅持 這個才是政務官 應有的堅持 不是說 今天 處轉會講什麼 然後 央行 那個楊總裁 你就怎麼搭配 那不對 錢花了也要做 你認為 人民可以接受嗎 你說改制道路 中正改民 中正路 你說所有的那些 他的政見什麼全部都要改 要花多少錢 對不對 那我今天要是讀中正國小 中正國中 你把我改了以後 那以後 這些已經退休的這些學長 他們做何感想 所以說我認為說 今天處轉會 這個不是處轉委員講的什麼你就算 然後你們就是全部去配合 這個 女委員 因為處轉會還沒有成立 我知道 但是將來馬上面臨到 對 我相信 我相信處轉會的委員 一定會照 處轉條例所要求那樣的精神 去執行他們的業務 所以也不必然會討論到貨幣 或是討論到路民這邊來 我是認為說 當然我們要未雨綢繆 因為 這個是 會面臨到的 但是我認為說 站在 你本身 身為主管的一個機關 你要有你的 執著 你的看法 你的專業 不是說處轉會講什麼 你們就全部來配合 我認為 任何行政機關都應該要如此 好 那那個 楊總財理回去 那個院長我再請教 主機總處也請上來 出主機長 因為1月到2月 消費者指數 請出主機長 CPI 較去年同期 漲了1.54% 那院長你也當過立委 那你認為立委對於政府 這些數據應該是完全相信 還是應該可以有質疑的空間 那委員 委員有質疑的空間 如果今天數據有錯誤 那主管部會的官員 是不是應該要更正 甚至於下台負責的準備 你認為身為內閣閣員 是不是應該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 院長 對 這個 各部會的首長 應該提供委員問證 正確的資訊 這是毋庸置疑 對 那你今天要是裡面有造假 有一些 不應該的 你去把它 好像沒化數字 會不會這樣子 造假應不治疑 因為他們也有法律的責任 造假不治疑 我就舉一些民生的問題 請你問 你像唯一罐頭 你有吃過吧 唯一罐頭 吃過 應該有吃過吧 吃過 吃過 有沒有吃過 應該有看過才對 那現在唯一罐頭 裡面有一些混合的魚肉 做成的 你認為 民眾應該要買單嗎 混合的魚肉 哇 那個標示要正確啊 你今天如果標示是鮪魚 結果是用其他的類型 那這樣就不符合規定啊 各家廠牌的鮪魚罐頭 內容根本不全然是鮪魚 甚至連百分之五十的鮪魚成分都沒有 據本席所了解 衛福部已經開過會討過論了 讓廠商可以繼續在市場換售 院長 嚴格來說啦 這個鮪魚科的魚所組合的罐頭 因為 一個鮪魚罐頭當中 有混合鮪魚 鮮魚 還有東方 子村 然後等等 請問賣場 賣這個 賣場 鮪魚罐頭 的標籤 文字內容 物的混亂 你認為要怎麼解決 他打是鮪魚罐頭喔 但是裡面的內容不是喔 這個要求更正 要求廠商更正 不是更正 幾乎都如此 那個 院長 因為鮪魚科的魚做成的組合 鮪魚肉罐頭啊 沒有證明的必要 是不是乾脆就改名 或者是 成為鮪魚罐頭啊 子村魚罐頭啊 等等 你認為呢 因為它是組合的啊 是 要跟您說明齁 我們這個 政府單位要求廠商 你如果要標鮪魚的話 那就一定要鮪魚 因為齁 你如果有其他成分的魚的話 那你就要各種魚都要標出來 這是混合 那個院長 因為裡面內容亂象啦 院長你就應該了解 整個罐頭價格的亂象 據本席所了解齁 這個鮪魚比菅尼的價格 差不多貴四倍啊 到八倍喔 那問市面上的鮪魚罐頭 內容 內容物啊 比重成分混亂外 竟然價格還可以 賣成鮪魚罐頭的原價 你認為說這是不是欺騙 這個 價格差很大 很大 這個我們會要求 這個廠商要改善 因為齁 原來的鮪魚一罐 差不多四十到五十 但現在的鮪魚比重成分俱降 還有賣原價 那請問照比例數字 現在一個尾一罐頭 打對則賣 恐怕還有很不錯的利潤 那為何價格不降很深 那主計處應該就這些統計數據來 所以說堅持啊 這個消費者物價沒有漲價的感受嗎 那個主計長 那個 你在回答說 物價是溫和的 那可能啊 就是這樣子錯誤的數據的一個結論 因為裡面 當然啊 裡面他很多東西都是假的啊 都是裡面混和的啊 是這個 我們會要求相關單位 去改正這樣一個亂象 我是認為齁 你可以去問問衛福部 他們有討論過好幾次 這個裡面的亂象啊 等於是欺騙消費大眾嘛 其實裡面或 不夠發生的消費者 好 謝謝 好謝謝 接著請費洪泰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為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財富院長 主席可不可以幫我請一下賴院長 請賴院長 賴院長 你好 賴院長 你好 在你就任院長以後 你做了一件我覺得很不錯 就振奮人心的事 就是軍工調調薪3% 可以請教一下 現在我們的最低工資是多少錢 22000嗎 1月1號開始 2萬2 2萬2 你覺得我們第一個最低工資的目的是什麼 保障勞工的生活 保障勞工的生活 在大台北地區 你覺得一個年輕人2萬2 購他的家庭開支嗎 購他個人舉例 還有租房子交通各種 你覺得購 當然會很辛苦 辛苦 我們剛才林德副委問到 這是今天中午的新聞 福地銀行 福地銀行啊 在新店的航訊所 憋了一個告示 招一個儲工 短期儲工 六個月 然後他們講說 薪水啊 月薪2萬2 然後扣掉勞健保呢 十拿21228塊 當你在替軍公教加薪的同時 你也呼籲企業 要替勞工賺錢 要替勞工加薪 現在勞工年輕人最恨的就是 薪水永遠拉不起來 永遠跟現實的生活所需 是有一段距離的 那你覺得像土银 他在航訊所 貼了一個這樣子的告示 來招人 他不是打你臉嗎 不是當場給你難看嗎 你不是要求企業給他加薪嗎 難道土银有虧錢嗎 你可不可以馬上指示一下 我們財政部 針對這樣子的告示 趕快把它撕下來 這感謝費委員 剛林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已經有報告 我現在已經完完整整的 說給你聽了 是 我已經會指示土银 調高這一個薪資 我建議啦 就把這個告示把它拿下來 它是貼了這樣子的告示 純粹就給你難看嘛 你呼籲的企業要加薪 要照顧員工 照顧年輕人 這不當場給你難看 讓你臉上開花不是嗎 這個費委員講的沒有錯 就因為土银 基本上是國營事業 經營的狀況也不錯 雖然工作是廚工 也許他們會這樣認定 薪資比較低一點 但是我認為 我相信 我相信 土银的董事長 可能還管不到這個事 總經理大概都不知道這個事 你要去處罰這個董事長總經理 他要做我們企業的表率嘛 觀古銀行帶頭給人家22K 好看嗎 薪資長你覺得好不好看 這個應該要改善 應該要改進 好 我不苛責你啦 但是我是覺得 你的團隊啊 你的團隊並不捧你的場 請教一下 我在上個禮拜跟這禮拜 跟昨天分別在財委會 問金管會跟財政部 金管會現在要做三支劍 金金分離 我支持 就是我金融營 金融單位不要再跨行啊 去做另外一個 那個開一個另一個金融單位 他是台銀跟土銀100%的關股 我覺得應該除外 他還說了兩件事 要增加 要把法人董事改成自然人董事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院長 董事長是誰 這個自然人董事可不可以投票 可以吧 自然人 當然可以 董事有自然人 如果說現在是有法人董事 有獨立董事 學院董事長當然就是他們來投票吧 誰票多 誰就當 誰就當當董事長 對不對 我多了一個叫自然人董事 那自然人董事當然也可以投票 自然人董事 裡面馬上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在財政委員會 在兩屆前 我們就做了決議 關股銀行一定要 關股銀行的股份 一定要支持自己的人 不可以說我要支持民間人士 第二個 關股銀行 關股銀行 它分的懂監酬勞 都要繳國庫的 法人董事 他當然代表他的股權 他當然要聽財政部的話 合理 自然人董事 你覺得他一定會聽財政部的話嗎 我不希望他 我已經問過他了 很多媒體都登過 我讓你用常識來判斷 當然是不一定 不一定嘛對不對 不過行政院的版本 我講給你聽啊 我就舉兩個銀行的例子 台新要吃張銀 那你當立委 林全當財政部長的時候 他堅守了該有的原則 沒有讓台新病掉張銀 後來林全隔了一陣子 就是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在去年的張銀的改選 他還是堅持 我姑且不去講林全做得好不好 至少在這一點 他堅持他該有的原則 日後台新能不能吃掉張銀 大家如果吃掉張銀 大家不會去罵林全 可是兩年後又要改選 那個時候你可能還在當院長 或者是你不當院長 跟你講 自然人董事啊 不受財政部的節制 當時自然人董事 他就去投 他就去支持 他講一大堆理由 我支持公司治理啊 我支持什麼什麼什麼 企業經營的原則啊 他去支持台新所推出的 董事長 那怎麼辦呢 跟委員報告 您這個自然人董事 也有獨立董事 我不想聽你講 我不想聽你講 再講第二件事情 我想一個邏輯 台新跟關股銀行的股權很近喔 在彰化銀行 還有華南銀行 跟我們關股銀行的股權也很近喔 我董事只要差一息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經營權就改變了 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 這個酬勞我們就不講了 還有一個委託書的認定 委託書啊 我剛才講 台新跟 台新跟關股銀行 在彰化銀行 在彰化銀行 股權大概都有 只是二次出頭 財政部大概十二點多了 都很少喔 但是我們規範沒有 我有問你嗎 抱歉抱歉 你很奇怪耶 你現在那麼急著想要護航 你要幫誰的忙喔 我只是跟委員長 我跟你講喔 去年 泰英文上來以後 行政院就怪怪的 行政院就不准 我們財政部去徵求委託書 當時大家就 大家坊間就在談 我在彩會也公開講 行政院有一批人想要幫台新 取得這個經營權 我是覺得有兩個人很不錯 林全跟我們現在的財政部 財政部的許部長很堅持 要求五家關股銀行 每家各徵求三個percent 這委託書 贏了我們的我們的董事的席次 繼續經營 現在經管會也要改了 要改什麼東西說 同一個人或同一關係人 最多只能徵求三個percent 對財政部而言 我所有關股銀行 就同一個關係人 就是三個percent 這個還沒有這樣決定 沒有這樣決定 這樣子搞下去 我給你保證 兩年後的改選 一定就是台新營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個天才 今晚會哪一個天才 或是哪一群人 想要幫台新 用這樣子的方式 吃掉了彰化銀行 吃掉彰化銀行 我告訴你 另外兩家銀行 也會有問題 一個叫做華南銀行 華南星控 還有一個就是趙峰 我在這邊大聲的起呼 從二次清改 從你當立法委員 二次清改的時候 就有人想要上下其手 我們是很辛苦的在 在財委會把它擋下來 一直擋到去年 現在居然今晚會主動 帶頭要這樣子搞 財政部反對哦 院長 財政部昨天在財委會的報告 他是反對的 我現在請你表態一下 你支持還是反對 跟會員報告 行政院的公司法的版本 是仍然維持法人董事這樣的 不是公司法 公司法沒錯 他現在改的不是公司法 知道 我說你第一個問題是公司法 就是說法人董事 跟自然人董事的部分 那第二個你說 同一個關係人的爭取 如果說你要去扯 扯別人 我就請教你 不是我現在要直接 我就請教你 因為你剛剛有提兩個問題 自然人董事 如果他叛變 你能拿他怎麼辦 當然 這部分是很困難的 我請問你 他叛變你能 或者是說我就是這樣堅持 我自己的看法 你能拿他怎麼辦 委員我可以 好你說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自然人的董事裡面 在金融業裡面 有區分成專業董事 跟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也是自然人身分 來當選 那現在我們實施 循序漸進要求專業董事的部分 要一定比例要自然人來當選 那這個時候財政部假設是公股銀行 這個部分的管理上 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現在跟財政部溝通 那麼他也可以透過跟這一個 他所推認的有一個 你講的這件事我們 有一個委任契約 部主委我只要請教你一下 有一個試任的一個要求 你先聽我講可不可以 那第二個 像我的法人代表 如果你不配合我 我財政部的政策 我隨時可以換 院長我隨時可以換 我是自然人的董事 財政部不能隨時換 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 每一個董事他後面 都代表他的股份 他可以領董監酬勞 自然人總監酬勞 難道你們也想要去再安排位置 要去分錢給你們的裝腳嗎 這個都可以透過委任契約來處理 你不需要講 你根本的回答 我覺得答非所問嘛 那委員那個有關委託書的部分 如果能夠給我30秒時間到上 好 你來講委託書 只是在於說我們現在有個10%的大股東 資格性審查 所以現在很多人他只拿到了4% 或者5%的一個股份 但他卻透過委託書的徵求 跨過了10% 那造成我們對於他10%的大股東資格性審查 我們現在主要的是在這個部分 那官股的部分在很多的換工股 或者是100%裡面 他沒有低於10%的這個部分 他在這個部分的影響不會是很大的 好 那你不要講講我們聽不懂的話 我請教你的 就用張化銀行這個案例 張化銀行 我用張化銀行這個案例 我請問我何庫可不可以去徵求3%的委託書 可不可以 按照我們現狀就是3%本來就可以啊 按照現狀就是3%本來就可以啊 第一銀行可不可以徵求另外3% 那我們現在並沒有說他們兩家銀行之間是互為同一關係人嘛 所以所以 你的文字裡面就很奇怪嘛 你們的文字裡面是同一關係人 同一人 同一人 同一關係人 最多3% 因為那個銀行 我跟你講 當時我們在跟你 你可以把錄影帶調出來看看 當我在問你 關股銀行算不同一個關係人 你沒有講話喔 那個 這個讓人要解讀就是 關股銀行就是同一關係人嘛 因為 因為任何委託書的憲政 麻煩你幫我放最後一頁 民股也都會受到証 我跟你講 我想我會跟蔡登陆周公 再跟會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現在還沒有定案 在任何定案之前 我們都會跟會員做一個報告 跟會員溝通 我跟你講喔 我 我 來到立法院不長 第四屆 14年 今天是進入第14年 從一開始 進來 就有人要搶關股銀行 我相信賴院長 也知道 當時我們二次進來 擋了多少關股銀行 被人家進盾 到麻煙有執政的時候 比較穩定 然後蔡總統一上來 去年 彰化銀行 又是風風雨雨 而且我們都知道 我不願意講名字 有一群人 就在幫他們的忙 現在開始又在這個鋪路 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改成自然人 懂事 你們改成委託出的重演 到底是為了公司 治理還是為了土地財產 那些人 都不會 事件 和避免 的 都不會 尤其 尤其 事件 事件 事情 對 不可能 似乎 那些人 在這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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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近這幾天新聞沸沸揚揚 就是中國跟美國 好像看起來要有貿易戰爭 那這從中間我看到好多的媒體 報導都是很驚恐的 什麼對台灣有多大的傷害 然後這個對GDP會怎麼樣 對我們的國際貿易會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這個大鯨魚打架 怕會殃及吃魚等等 或許它言之成理 但是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機會 因為危機危機 有危險就有機會 是 感謝吳委員的指教 其實美國主要是針對中國而來 因為每一年有三千多億的貿易逆差 對美國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那當然很多人會擔心 波及台灣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這部分蔡英文總統跟行政院 都已經有分別設立小組 隨時掌握情形 那我們也擬出對策 不過我們是要肯定台灣社會 對這個事情的反應是相對穩健 這個可以從股市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年幾天的大跌 但是台灣一直都相對穩健 所以我們對自己台灣的經濟實力 也是應該要有信心 院長你上任之後非常注意 這個五缺的這個問題 是因為要促進工商發展 要增加台灣的就業機會 這個我都給你非常肯定 我這其中要談的就是這個機會就在這邊 因為美國為什麼會跟中國做這個貿易戰爭 引起這樣的糾紛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不遵守世界貿易的規則 他對於助作財產權的這些傾奪 以及人家去投資之後 他非要叫人家一定要技術移轉 等等這些不合理的規範 所以美國課的這個反傾銷稅 是針對中國而來 也就是說中國出品出口的貨品 基本上才是這個要課反傾銷稅的目的 那如果在這一點上面來講 因為我看到的一個機會就是 更可以鼓勵去中國的台商 製造業要回流台灣 因為台灣不是跟美國貿易戰爭 這中間的一員 當然如果你的成品 半成品是從中國來的 那美國會繼續追 所以其實就短期來看好像很危險 航程而言 對台灣的就業率 解決年輕人低性的問題 中間好像有看到有一絲曙光也不一定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影片 這個是我為新北市的未來 以及台灣整體的經濟的未來 我做了一個影片 大概三分鐘長 要請你好好的觀賞一下 謝謝 請委員指教 400萬人口的新北市 是全國第一大市 擁有豐沛的產業及觀光能量 未來的新北市 將透過以台北國際港為核心的 大台北灣區計劃 將新北市與台北港緊密連結 讓一加一發揮數倍的效果 台北港擁有全球海運絕佳的位置 位於新北市西岸 是全國最好的港部規劃 和桃園國際機場形成海空聯運 原流與物流可以快速地抵達世界各地 未來的台北港 透過填海造陸 創造大面積的土地 一方面解決廢土清道問題 一方面輸菌淡水和系淤泥 產生的收益獲利 更可讓新北市財政充裕 結合現有可利用土地 將創造超過248萬坪 以市價每坪20萬元計算 將創造近5000億元價值的土地 這些土地採用只租不售的方式 避免土地炒作 全新的自由貿易港區聚落 將擁有境內關外 無需關稅的絕佳優勢 將大量降低運輸及稅務成本 吸引產業返鄉 帶動至少30萬個就業機會 創造兩兆元以上的產值 大大提高台灣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區域面積包含了台北港 及周邊的巴黎、林口、淡水等地 大台北灣區 猶如東京灣般 引入郵輪旅遊 帶來國際觀光客 打造世界級度假景點 大台北灣區 也像是舊金山灣區 形成新興的產業聚落 並建構更完善的公共服務規劃 及更多的休閒綠地 成為新北市民造夢的新基地 產業、工作、油氣、文創 都在大台北灣區 我是吳秉銳 請與大秉一同打造 大台北灣區計劃 台北國際港 必定會是新北的新出口 台灣的新出路 好 院長 是 想跟你請教 不知道你看了這個 我的想法 構想之後 你的看法如何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計畫 不僅前瞻 而且可以具體解決 新北市面臨的各項問題 包括影片中所提到的 這個土方 土方的去路 然後淡水河的清淤 更棒的是可以提供土地 可以作為工商的發展 前一個委員 就李俊逸委員的質詢 也關心台灣土地目前的現況 那目前台灣在北部的土地 的確相對來講比較缺乏 那地價也比較貴 那如果這個計畫 如果可以實施的話 我相信對新北市好 對台灣整體環境也好 那特別是 如果我們歡迎台商鳳環潮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基地 好 謝謝院長你的看法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 其實這個工程不只不需要花錢 還會賺錢 院長您知道嗎 在大台北地區的每年的工程廢棄土 經過統計有1800萬立方公尺 那這1800萬立方公尺 只有少數幾個合法的企圖廠 是有真正在收土 有很多是買了企圖證明 車子其實拉到中南部去 那個真正有沒有進企圖廠 大家就心知肚明了 現在合法的一個企圖廠 收售每一公尺 每一立方公尺的這個廢棄土 平均的收費是350元 如果每年1800萬 8百萬立方公尺的這些廢棄土 可以到這個計畫去填海造路 市政府來收錢的話 每年至少有幾十億以上的收入 新建這個工程 因為要做城鄉 要做一些主題 做區域 不僅不用花錢 市政府還有可能可以賺錢 所以 現在這個問題是 當然啊 這中間還要解決很多問題 包括交通問題 包括環境問題 這個都是要一步一步去克服 但是 另外一個 我相信 你當年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我有一件事情替你覺得非常委屈 就是你的南鐵東一案 明明是一個為了城市發展 非常好的案子 而且照顧也很走響 可是就有一部分的人 少數人 為了反破千這個理由 對你造成很多的困擾 而且 對你甚至想要進行人格的侮辱 這一些我都看在眼裡 這個一個最好的方法 填海造路沒有破千問題 那漁越權當然是一個問題 但是台北港江蘇在建設的時候 跟漁越 跟漁會啊 已經有達成漁越權的這個 損害填補的這樣子的一個默契 所以現在 台北國際港才在興建當中嘛 將來只是範圍擴大 照原來的方式做漁越權的補償 基本上市政府 整個國家不用花錢 可以得到土地 還可以 還可以 讓這些工程廢棄土啊 不會到處亂到 這一點我相信 你應該是可以認同的啦 沒有錯 這五位委員 是資深的委員啦 而且在地方政府 台北縣政府 服務過嘛 所以對整個台北 新北市目前的狀況 其實非常了解 那因為當過立法委員 後相關的這個部會 的執掌也非常清楚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計畫啦 特別是剛剛 吳委員有補充 整個這個經濟 經濟的這個效益很大以外 財務呢 對後續的發展又很大的注意 所以行政院是可以 成立一個小組 來跟吳委員這邊來做對應 我們就可以來 先來討論 非常感謝 其中影片中有一個重點喔 雖然只是一兩句話 但是我覺得那個重點要看到 要輸進淡水河系的淤泥 我們的淡水河 它的上游 大漢溪 新電溪基隆河 坦白講 很多年沒有輸進了 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朱立倫市長 第一屆競選 這個新北市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 台北市的好龍斌市長 正要競選連任 兩個人聯合提出一個 淡水河的曼哈頓計畫 他說要讓淡水核清 讓淡水好好整治 讓市民可以清水 一晃眼八年又過去了 我們台灣早年 因為對環保不重視 我剛到縣政府服務的時候 民國87年 大漢溪正在如火如土的在清除 大漢溪沿線的 沿大漢溪的這些垃圾山 是朱立倫正在非常 現場正在非常認真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早年家庭的污水 都流到這個河裡面 現在垃圾山清走了 污水下水道的比例 在台北市新北市已經做到一定的程度了 所以 我們將來 在全世界的大都市 大家都可以共同清水的這個狀況 在台灣 在大台北地區 在北台灣實在不應該是例外的 那剩下一個問題要處理 第一個 河床墊高要輸菌 它才能夠避免氾濫淹水 第二個 其實淡水的底層有一層淤泥 那個淤泥是有污染性的 使得 如果在天氣很好的時候 你到了河邊去 你會發現那個味道是不太好的 這一層淤泥如果能夠輸菌之後 將來的清水 絕對 絕對 是有可能可以做到 我們甚至可以想像 我們的幾百年前的祖先 他們可以從淡水有口搭船 到達三峽 更不要講說到達汐止 所以 這一個計畫如果做了之後 對於 整個大台北都會 包括台北市新北市 都是一個非常棒的 可是這些年來為什麼不做你知道嗎 第一個 挖出來的土 淤泥沒地方去 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其實淡水有裡面有 優質的沙子 很多怕倒採沙死 那我後來瞭解啊 像在宜蘭 我們現在代理現場 陳靖德他在當民政局局長的時候 他就把宜蘭的這個沙死的採取 跟出售是已經分開了 這樣就不會有倒採的問題 甚至採取的部分 甚至他 尾由 這個 國軍的工兵部隊 去挖掘 然後堆砌成堆之後 再用標售的出售 不要擔心 可能產生弊端 而不去做應該該做的事 所以我在這個計畫裡面啊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要請院長 你剛剛看到了 如果這個計畫真的可行的話 要讓我們放手去輸浸淡水河的淤泥 這個不知道你贊成嗎 這個我贊成啊 因為台南市的運河 當然大小是比不上淡水河 可是台南市的運河 也相當多年 所以在那個許市長時代 他也曾經做過運河的輸浸 把底泥把它挖出來 其實這個事情 對台南市民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事 所以如果未來淡水河要清淤的話 我認為這也應該要去執行 那清淤的土方就必須去填海 否則沒有地方可以堆這麼多 很多朋友在民間跟我講說 你們清那個河川都是 都是敷衍了事 我問他說為什麼說敷衍了事 他說你們挖起來就放在旁邊啊 改天雨量比較大水比較大的時候 又衝到河裡面去了 那就反覆做這個工作 因為你挖出來的這個企圖 沒有地方去 就是產生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是覺得政府如果真的要做實事 這個要做 最後一個就是剛剛提到 因為那個地方的地理位置絕佳 一邊是台北國際港 一邊是桃園機場 兩個直線的距離 十出頭公里而已 如果在這個地方能夠做製造業的基地 我快速必須要運送的東西 透過桃園國際機場 我如果大量的握護 透過這個台北國際港 而且這個地方兩邊都有海關 我們其實是可以做一個境內關外 外國回來的半成品 或是原料 原物料 在這個地方組裝之後 就直接出口 這個叫做一個觀念就是 境內關外 可以免關稅 既可以節省運輸費用 又可以免關稅 所以這將來絕對是一個 北台灣很好的製造業的基地 希望院長能夠全力支持 我們為台灣共同找出路 好不好 是 今天會成立一個小組 可以馬上跟吳委員來討論 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接著請高志朋委員質詢 主席是不是有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賴院長 光委員你好 說起來很巧 往前算三個委員 是 領導委委員 北龍泰委員 問了一個問題 都跟我待會要問的有關 是 只有吳北龍泰委員的問題跟我沒有關 因為我沒有要選新北市長 我首先要問的 你未來 你未來會選新北市長 我首先要問的是 林鄭委員剛剛問過的 這個 新台幣改版的事 上個禮拜四 洋房楊總裁在財政委會的時候說 如果促轉會認為 新台幣有威權象徵 洋房就會依法行政 洋總裁也會說 有時候會成立圖案諮詢委員會 讓公民來參與公開征途 那有沒有威權當然需要 讓未來的促轉會來認定 贊成他這樣的說法嗎 是 感謝高委員 我剛剛就林委員的質詢裡面已經有答覆了 因為促轉會是依法成立的單位 他做的決定 他是有法律的效力 我們是沒有預先去揣測 促轉會會不會對 所以我們 我說單就那個 因為他當然後來也被修理 我剛才林委員在講 他就講他這一段 他說當然是未來認定的 他也不是說預設他有 那你應該支持吧 實際上去年我在資訊的時候 你也說可以考慮成立一個 諮詢委員會 也是一樣在這邊都講的 其實在三年前您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 一夜之夜 他有拆除了市政府管轄所有的掌控銅像 當時你說為了落實轉型正義 讓銅像正義進入歷史 那時候其實是幫你按了很多讚 覺得真的是有魄力 有氣概 但是我看剛剛林委員問你的時候 你覺得稍微撞回去 沒有 我剛剛也是說 這個央行會 當然可以說是假設性的問題 但是 術轉會馬上要成立 那 如果術轉會真的討論到的話 其實我們來看看 新台幣的改版 當然 有點被誇大了 之前 改版要花六年五百億 我剛剛林委員也是講說 都花這個錢 但是 其實 所以認為說這個浪費公帑 甚至網路上有人說 是不是我要用我的薪水去付 那當然要付很多年了 但是 我要問的是 其實如果先單就紙鈔來講 大概是一百一十二億 這個楊總裁應該 應該同意 那 而 我們現在每年 其實都固定 編了四十億的 太舊換新的這樣的一個預算 也就是鈔票 不管是紙鈔 不管硬幣 毀損了 甚至各個銀行都有 有義務要繳回央行去換新的 所以我們先單就紙鈔來講 它其實就是一百一十而已 講六年 講五百億是說 全部一次換 但事實上 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是一次換 我們甚至 也要問楊總裁 台灣現在哪一張紙幣是 從以前到現在沒有改版 改版至少五年以上 我們約略抓了一百一十二億 那你每年本來就有編四十億 就是在收這些舊的 破的 毀損的 不堪使用的回去 所以你只要把時間攤體了以後 它就不是這個概念 它就不是多餘的一個預算 沒有說法 楊總裁 如果一百一十二億 用六年的時間來逐漸汰換的話 這四十億本來每年你們編的這個預算 應該就可以cover了吧 假設了 假設有換 這個我沒有錯 那我們要強調說 它真的不是只是意識形態 好 而已 我們分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 剛剛講的 有提到說 如果這個 處長會認定的話 認定的話 我想我們可以舉就是 這個 蔣介石的這個肖像 這個坦白說 也要請院長想一下 中文紀念堂 到現在沒辦法猜 但是 不管是228 不管是把這個恐怖的 這些受害者 我至少可以選擇 我不要去創造紀念堂 可是你鈔票上每天看到它 銅板每天看到它 你叫這些受害人的家族 情何以堪 所以 沒有說什麼 像另外一位講說 要花錢啊 所以什麼都不能做 如果要花錢 那德國那時候就不能把希特勒 所有的餘毒全部清除嗎 好 這個是第一個要溝通的 第二個是說 它其實真的可以弄得很漂亮 今天早上 讓人知道 我辦了一個 新興台幣的一個設計大賽 那 也經過了50多組的人報名 也有一定的獎金 網路投票有3萬多個 今年選出了前三名 創意組選了 也都有出來 這幾個是 這是第一名 首獎 他是 他是 不復活謀殺 那這就第二獎 這第二獎 第三獎 他們就是 從100到2000都有 這超票沒有很漂亮嗎 拿在櫥上不是比較賞心悅目嗎 為什麼老師要看 不是看孫文 就是看蔣介石呢 那 所以 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你看 這是前三名的200塊 跟我們看到那個 蔣介石的櫥下 沒有真的比較漂亮一點嗎 為什麼一定要 我們強調說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個 是誰決定的 那 再講到銅板 講到硬幣 從100年開始 其實就已經開始偷偷的在換 也沒有獎 所以呢 現在38億的 十元銅板裡面 其實有 27.7% 是已經從蔣介石的肖像 改成孫文的肖像 那個 莊財沒有錯吧 現在呢 目前呢 孫中山的這個圖案呢 比重越來越多 可能越來越多 這可能是舊的資料 所以就是說 你本來就 本來就在換嘛 只是你把蔣介石換成孫中山 分成孫中山而已 那你為什麼可以換 為什麼要決定換孫文 為什麼不換蔣經國 是誰決定的 是誰決定的 在2011年的時候 開始換了嘛 你雖然說他可以防衛或什麼 但是 就是 換句話說 在2011年以前 所有的十元銅板都是 蔣介石 2011年開始 慢慢每年太換了 這個孫文的肖像的 新的銀幣 到現在已經 你說越來越多了 那當年是誰 時間定要換的 那當年換的時候 有沒有去討論說 他要花多少錢 因為他本來就是逐年攤體嘛 就是你們一定是 舊的 舊的毀損的硬幣收回去以後 然後重新農住 然後再住新的嘛 對不對 這也是在你的預算裡面啊 所以你怎麼現在 一講 又說如果一次換 就要500億 集中硬幣就要300多億 然後只差100多億 你就用這樣為人聳聽 然後來 想說 就是 這個知識體大 這個不要做 所以 因為 莊財 真的希望你新官上任 我其實也敢配你 那天在財政委員會這樣的說法 當然你加了一個前提 那我不管促轉會以後怎麼樣 我真的希望 至少你也講說 以後會成立一個圖案的諮詢委員會 至少讓我們知道是誰決定的 好不好 就在2011年也沒多少年以前 是誰決定的 就決定把這個 蔣介石換成孫文 國民黨現在都在推崇獎金國 你搞不好那時候換獎金國 他們也會拍手 但是到底是誰決定 所以我們要的是一個這樣公民參與的精神 我也提了中央延長法的修正案 要就這個國民設計委員會 來做一個法定的機關 當然現在被國民黨擋住了 我還是會繼續推 那也希望院長 是不是可以給大家一個 創意的空間 是不是可以讓大家的鈔票以後可以更賞心願目 而不是只能看到 不是蔣介石就是孫文 這個方向可以吧 是 感謝高委員 其實轉型正義是無價的 促轉會是依法成立 他所做的決定 行政院當然要依法遵守 更何況如果是鈔票或是錢幣的話 可以搭配你剛剛講的 因為他又太舊換新 那這樣的話呢 大概就不是說一次要花多少百億的這個事情 好啦 其實坦白說 兩百塊 現在如果就先講鈔票 銅板我們就先放著 那鈔票的話 其實兩百塊現在占了很少 大概只有0.004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整個轉型正義來看 大概最後被檢討的是蔣介石的這個 這張兩百塊的鈔票 那算一算大概可能幾百萬 就是流通的可能 搞不好沒有一百萬張 沒有十萬張以上 那如果假設促轉會認定 這個圖像是威權象徵的話 那要求改掉的話 至少兩百塊先換有沒有可能 這行政院也依法配額啊 好 好 謝謝 總裁警員 接下來要問的是剛剛會委員問 講到的 現在要修公司法 那我也有個提案 那可能院長會說這個今天是財政委員會 我的標題是說董監直選公司共治 為什麼講直選 你知道以前在修建的時候有所謂的 直接直選跟委任直選 現在差不多是這樣的情況 你看下一頁 現在齁 這個當然是財團 大財團 這個 影響越來越大了 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小企業了 那怎麼樣取得這些大公司 這些大公司 動輸 上億上兆 尤其金融業 又牽涉到它是 收取人民的存款 這個保費 那怎麼樣取得這些公司經營呢 常常就是用 錢去換禮品 禮品去換委託書 不過院長是 院長以前我們小時候也經歷過 拿位數 拿個幾百塊來買票 去投票那個是要匯選 要抓對不對 用錢用位數去買票 要抓 那用錢用禮品去換 委託書 這也是買票嗎 我本來 可能沒有想要投 我根本不認識 那因為你給我這些禮品 我拿去了 所以我就說 我回好禮 然後你去投 你就去 金融錢 這樣 本質上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政治民主以後 是不是就經濟民主的部分 也應該要 要開始來思考 委託書的亂象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 掏空必案的一個根源 董事長 他可能 像剛才郭主任有講 他不買股票 我去買委託書就好了 這是用公司的錢 去做紀念品 所以董事長的利益 跟股東不會一樣 你一個金控 你只有四五趴的持股 當然就是 越低的持股 就造成越高的道德風險 他準備好好的經營 好好去賺錢 因為賺的錢 他只有四五趴 他去走後門 他去製造假交易 他去賺的錢更多 所以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你說現在有電子投票 我們現在的規定很離譜 我們電子投票是 你如果給了委託書 即便你自己說要出席 要改用電子投票 還有一定的限制 也就是說你如果同時 電子投票又給委託書 委託書為準 自己投的電子投票反而不準 所以這個跟委託直選有什麼不一樣 他就沒辦法直選嘛 所以我們提案修了公司法 二十七條 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二十七條跟一百七十七條 是台灣大概 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兩個特別的 一個就是所謂的法人董事 你可以用公司去選上董事 然後你隨時可以抽換 然後繼續控制公司 然後呢一百七十七條就是所謂的委託書 那我們就要看 這個這篇文章應該顧主委看過了 他說 顧主委要治理這些家族金公司 玩真的玩假的 怎麼說 就是他認為說 你如果繼續讓 這樣子法人董事的公司來控制的話 包括何壽川都被收押了 都要求他解職了 為什麼他還可以繼續控制公司 為什麼還可以開除他的財務長 因為你換的人就是他 還是他的人嘛 所以你讓這法人董事的規定 二次要繼續存在的話 就是繼續讓這些財團可以 無限制的繼續控制公司 你再怎麼處罰他 他說他也不資格性 他只要換一個人就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 會讓我們想到就是說 在政治民主以後 是不是要講求一定的經濟民主 好 那就這部分 我知道顧主委有一些想法 是可以在公司法沒有修的部分來修 那當然 剛剛也會被當會員講成說 反正是要土地財團 但是我們希望的是說 這樣的一個改革 尤其在 剛剛提到的 在大財團 尤其這些金控 影響台灣這麼多的時候 他真的是需要做一些改革 這部分 有些改革的方向 沒有 目前行政院公司法的版本 是已經送到立法院來審議的 行政院的版本 是公司的董事 是有人蟬 維持法人的董事制度 那當然 這個高委員今天的指教 我相信立法院後續會 進一步的討論吧 那詳細的情況 是不是請顧主委簡單跟你報告一下 我想我們主要是在金融業裡面 用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推動 基於公司治理原則下的一個 良善的委託書制度跟一個董事制度 所以... 不用修法嘛 對 就你的行政命令 就你的行政法 可以去改就可以了 我們大概就銀行法的部分 銀行法的部分修的幅度不大 我們主要是在委託書管理規則 跟那個共同 好 蔣 pleasures! 好,謝謝 包吟會財政組織質詢已尋答完畢 休息五分鐘,休息之後進行教育及文化組織質詢 請現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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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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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息 休息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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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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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休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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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休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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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休息息 休息 休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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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息息 休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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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休息 休息息 休息息 休息 休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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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旧的世紀 為了要百點協會 現在沒有一堆這些人頭董園 這些家的協會員 頂頂 像這個遊園協會 有差不多一萬三千的 有問題的這些協會員 他們的E-mail 電話 主席 都一樣 還有包括像這個白球協會 他們台交協會 收集 新聞證 選票 集中奏票這些事情 都會拿包 還有包括有的協會 他在選舉的過程中 用一些不公平的方法 來挑戰這些 挑戰這些 支持改革的這些匯盤和理事 你如果要帶給他支持的 這些候選人 選票上面都有他們 印他們的名字 但是你要支持那些 要改革的那些理事 上面沒有他的名字 你自己寫他們的名字 用這種很多歐落不多的這些手段 要來挑戰這些 支持改革的理事和這些匯盤 所以說 這些事情 真的是說不了 我想要問的就是 政府怕案上要怎麼處理 是 那個 這部份我是不是請請 席部長跟我們幫你報告 好 感謝委員 因為開始我們國體法 這次修改 現在是在 執拼的時間 委員也有提示 有些協會 開始在處理的過程中 不是很適合的 包括會員 當初開始在報名 頂頂的 這裏面的 體育署這邊 為了執拼的方面 可以比較弱勢 所以說 也組成 我們比較公正的監督的小組 譬如我剛才委員說的 排除協會 本來是三千幾億的名額 結果 調查之後 他到最後五百幾億是不合 這個也不夠 委員 部長我一定要幫你拿衣 因為我時間也悠閒 那個孫無鑑都委員會根本就不合 你剛才說這個人頭 會員的這些問題 是誰去調查 什麼是假的 什麼是真的 是讓這個排球協會 自己的人調查 做白的人調查 不是我們的體育署去調查 所以說這不就是 現在大家都沒辦法接受的原因 因為這些人 就是本來古勢力的這些人 他們就是 在那邊拔壞叫的人 現在這些人 沒有一堆人頭復元 進來之後 洪涼包 我們又叫這些人來調查 看誰是真的 誰是假的 這這樣怎麼會公平 不怪說這些復元 沒辦法接受 其實我們這個 國民體育法裡面就有規定 這些團體如果有風海公益 也就是說 這些 做這些歐洲負責的事情 我們體育署可以停止 他的業務 可以開獨他們的這個職員 有很多方式可以做 但是我們都不要做 我聽到說體育署 我跟我說 你們這些復元 如果有不一樣的意見 可以去國 去跟這些協會國 怎麼會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在這裡 先用你的行政權 下去處理之後 這些協會這些旧勢力的人 他如果沒辦法接受 你來國啊 你來國政府啊 怎麼會叫這些收到答案 風區府的復元 你如果沒辦法接受 你去國這些協會 怎麼會是這樣 我們自己可以做 不可以做為 不可以做為 叫風區府的人說 你去國這些協會 你應該就是要 改進了後 協會你如果不服 你來國政府嘛 這樣才是補償這些匯元 我要跟議長提醒喔 這個議題 是我們過去 這兩三年 所有的改革裡面 跨黨派最支持的 你看去年修法的時候 是跨黨派所有的人 都支持這個修法 這是跟其他的改革不一樣 專民支持 不要說喔 體育是過去 沒人中時的議題 其實 這麼多年輕人 很關心 一直在看 現在又來接下去要怎麼樣 今年阿文就要來了啦 阿文到了 我一定 如果這樣下去 我知道一定 骨很多會撲很多這些空出來 雙手紅鴿鴿鴿啦 無封鴿鴿鴿啦 這個社會又黑路不坐 黑白布的這些事情還會出來 阿我們的成績到時候又不好的時候 政府又變作建革 要有最大的這陣 所以說在這裡 因為長 我請你一定要想辦法 把現在這裡的八端 一定要好好處理 要好好 讓我們這個國家 無關的體育術 讓他們壓力 他們可以做的 都要先做 是感謝林議員 對鐵漁改革的關心 鐵漁改革 哪像你剛才說的 是看黨派的支持 社會的文章非常關心 當然是政府一直不來露室啦 但剛才你說 提起的 這些委員會 這些協會 改選 所延伸出來的這些問題 我會要求 到部部長 和體育書書長 趕緊來邁救 來露室 來露室 這關的情形發生 是 議長 想不到我也沒什麼時間了 我要來問議長 就是 現在 媒體有在報 說這個 方向 這個 政檢察委員 要來做 我們 操縱會的 主委 這是 真假的 這是 主席 好 但是我不是要 站在這個 人數的部分 來跟議長 這個請教 最主要 我要跟議長 提醒的 是 其實 我們這個 專行政議 人權的專家 就是 這個 國際的 行事 歡迎的 這個 檢察官 Richard Goldstone 有說過這幾個月 時間是專行政議的突然 我相信議長 你應該了解這個意思 其實 台灣的專行政議 為 改嚴到現在 前三十幾年 到達 不要說進場 總統 九十 兩年以來 已經有 丹地鄉的 女兒 丹阿峰 還有 垂修平 還有 藥英庚 還有 丹明河 還有 丹勤 還有 蘇柚平 遺書 都過世了 也還有很多 一般人 沒學歸 比較基殘 不會太恐怖 跟嚴世紀 受到 受難者 跟加速 都過世了 也許很多 前輩 一顆一顆 都離開我們世間 我要把議長拿信 不能所有的事情 都在燃燃燃燃燃 我知道 我們文化部 本來 去年 就在推薦 這個中政廟 沒有改變 專業 現在 也是說 要等 小專業 不要 交給他們 另外就是 農政 凌勤的 這個事情 這 根據 這個 品種 管理 條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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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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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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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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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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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